第四十一集 张医生望着他们焦急的目光 细声说 放心吧 程夫人只是一时火气攻心 才暈倒的 不过 以后你们要注意 不要再被她情绪激动 程夫人的心脏不是那么好 什么 你说我妈得了心脏病啊 程宇贤不可自信地说 没那么严重 程宇贤连忙打断她的话 小声点啊 你嫌家还不够乱吗 哼 都是你激怒妈妈的 她的话 令到莫正咸微微低头 小声地说 雨晴啊 你别怪你哥哥了 是我激怒奶奶的 嫂子啊 你就不要再维护她了 这个时候 张伯在我室里面出来 对着她们客气地说 小爷 太太要见你们啊 程宇贤看见龙游然 刚才还脸红耳赤地骂人 现在就一面疲惫地躺在床上 顿时那心有点酸了 妈妈 你怎么样 是不是还好辛苦啊 程宇贤上前握着龙游然的手 哭地口吻 好点啦 不就是被她们激怒咯 说完 还有力地挖了她们一眼 龙游然皱着眉头 看了看幕正咸 开口说 雨晴 正咸 你们回去先啦 我有点事要和阿韩说 妈妈 有什么你不可以当着我和阿嫂面说 程宇贤嘟着嘴 不满意地问 叫你出去就出去啦 连你都来击我是不是 是啦是啦 出去就出去咯 程宇贤 秒嘴秒舌地拉着幕正咸 生气爆爆地出去了 房里面就剩下 他们母子两个人了 龙游然 对着程蜜汗 没有好戏那样 阿韩啊 你说你什么时候 才可以帮我们程家 开支散业啊 我跟你爸爸 都那头近咯 你真是忍心 叫我们母孙抱吗 我当初就反对你 取正行入门的啦 我们程家 加大业大 难道到你这一代 就没有子孙继承吗 他看着一旁不说话的仔 继续说 我知道 叫你和他离婚 是没可能的啦 但是你都要想个办法 和我生个孙继承 给我生个孙继承 才可以的 唉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难道你打算这一生都不生呀 龙游然有点无力地问道 我没可能的 我没想到 情抹汗 看着床上虚弱的人 语气也都放轻了不少 放心啦 我会尽快等你抱孙的啦 你好好休息呀 我回出去先啦 说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就离开啦 夜晚 天气阴沉 一粒星都没 就连月亮都被厚重的云彩 挡住身影 情抹汗 站在大大的落地窗前 一支接一支地食住烟 眉头紧皱 似乎在想着些什么 莫正咸 在他背后 轻轻地抱着他 一面愧疚地问 蜜汗呀 是不是在弊异着BB的事呀 都是我没用 情蜜汗专身 将低声抽一的女人 抱在怀里面 安慰到 别胡思互 他最近更年期呀 别和他一般见识 莫正咸嬌笑着说 如果被奶奶听到的话 又骂你的啦 骂啦骂啦 只要我心肝宝贝 心情好就行了 说着就将他重力地抱住 两人相计入眠 但是都睡得不安稳 今天的事 搞成这样 是人都会有想法啦 只是他们的想法 它是不同的 男人就在那里想 是不是应该找个女人帮他生子呢 女人就在那里想 是不是要领养一个小孩呢 情蜜汗在床上回来 覆去地睡不着 他知道 如果不快把这件事解决了的话 龙游然是不会罢休的 实行搞到家里七角那么暖 这样下去怎么行的 静咸的身体又不好 惊不起他这样搅搅震 先不说他以后可能还会带女人回来 就是时不时地冷嘲热凤几句 静咸都是受不住这些气的嘛 难道真的要找个女人帮自己生子吗 那找谁呢 有谁可以配得上帮他情蜜汗生子呢 脑里面突然间灵光一闪 闪出一个 恃意嬌修 恃意哭泣 恃意骨强的小面临 对了 就找他啦 早就在五年前 自己就打算叫那个女人帮自己生子的啦 既然五年前没有生出来 那现在就跟着生啦 但是这件事 好不好告诉静咸呢 情蜜汗思来想去了一夜 最终决定都是等小孩生出来再告诉他啦 因为他觉得莫静咸的身体不好 今天又在家伙那里受了气 第二天 老公告诉他要找个女人帮他生子喔 别说他身体不好先啦 就算是他身体好啊 都会被他激到病啊 他又在那里想啦 如果小米这次老老实实地帮他生个儿子 或者他会放他自由 总裁办公室里面 情蜜汗忘了手上的工作 伸手捏了捏眉筋 打了个电话出去 照顾 叫蜜小米进来一下 一会儿就听到 咳咳咳的敲门声 进来 情蜜汗略显疲憊的声音响起 总裁 你找我什么事啊 小米用着平淡而陌生的口气问 好像两个人从来都不懂得的那样 情蜜汗眉头眉皱 他就是看不惯 小米不将他放在心上面的表情 只见他上下打亮着 一身灰色工作服的女人 看着他平凡普通的那个样子 真是不知道自己当初看上他哪一刻 但是无可否认 他就是可以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小米见到他一直这样望着自己 皱一皱眉头 有点生气地说 情总 如果你没事的话 我先出去吧 站住 找你来当然有事了 你以为我把你叫上来 只是想见下你而已吗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情蜜汗一面不舍地说 他看着小米要开口说话 跟着就说了 过来 我找你聊点东西 小米瞬间警惕起身 上次的事都没过去 他竟然又来这一套 于是他就一面警惕地说 有什么事啊 你说吧 我听得到的 他的抗拒令到情蜜汗很不舍 只见他突然站起身 一步步地向小米走过去 小米见到他好像要吃人的样子 就一步步地退后 不知不觉已经抵了在门板上了 你...你...你不要过来啊 你有什么就说啦 我...不要来那么近啊 小米有点害羞地说 情蜜汗见到他惊惊青青的样子 嘴唇微勾 一只手撐着门板 高大的身材 将他压在门板上面 低头换尾地笑着 轻轻地在小米耳边 用着曖昧的语气说 你在这儿怕什么啊 怕我硬来啊 小米急忙向旁边避去 感受着耳边的温度 热气将他半边面吹到痕痕痒痒 只见他满面通红 一面坦剔受惊的样子 犹如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 你...你... 小米惊青地 用双手推着情蜜汗高大的身躯 但是手上没有半分力气 第四十二集 情蜜汗看着他受惊的样子 眼里面闪过笑意 他觉得自己很喜欢看他这种 担惊受怕楚楚可怜的样子 他就在这儿想了 以后心情不好那时候 抖抖这只小绵羊似乎是不错的选择 只见情蜜汗伸手不动声色地把门锁上 突然低头 含着他嫩红柔软的唇饭 细细品味 小米吓得心 啪啪声乱地跳 急忙挣扎着 但是咬在身上的身体 他是没有办法被他堪动半分 情蜜汗本来想弄他一下 但是慢慢地他发现 他越来越喜欢他口里面的香甜 现在是怎样都不想放开了 甚至连双手都不老实起身 小米的眼睛登到大一大 精型的商贸写满了惊慌和愤怒 心里面更加是觉得委屈不已 难道在他眼里面 他就是这样预取预求的换物吗 他心情好的时候就逗一下他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一巴掌拍开 情蜜汗呼吸沾浓 突然感觉嘴中咸咸地 惊讶地抬头 竟然看到一张眼泪朦胧 充满绝望的小脸 他的心里面突然间一窒 大手不由自主地松开了 杀然无味地说 親一下而已 又不用死的 真是傻型 小米急忙用手拿着衣服 微微拎了臉 不愿意再见到他 只见情蜜汗 伸手递过去一张纸巾 别哭了 我们又不是没做过 用不愿意扮成精折烈女 那样的样子 看他依然不说话 他的语气冷了 开口说 我找你真的有事 我知道你很想离开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把那些底片给你 而且还你自由 小米惊讶地看着他 小米惊讶地看着他 不可自信地问 什么条件 情蜜汗一面认真地说 帮我生个儿子 啪一声吹响 情蜜汗一面猜疑 和震怒地挖住双眼通红的小米 咬牙切齿地说 死婆 你够胆打我 小米伤眼睁到大一大 眼里瞬间暴满血肆 恶屎灯地挖住眼前的人 好像有着毁天灭地的恨意 情蜜汗 你真是令人作呕啊 港元拧开门上的暗锁 向外面走去 站住 你个死女人 看来想死定了 小米的举动 彻底激怒了情蜜汗 只见他伸手拉着小米 一手把他扔在梳化上 恶狠狠地压住他 小米从来都没有这么生气 他在情蜜汗的身下 无所不用奇极地反抗住 用牙咬 用手挥 用脚踢 情蜜汗也是生气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他这么疯狂的一面 真是不明白 他不答应就不答应 用不用反应这么激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想和他情蜜汗生儿子的女人 可以围着地球排到一圈 只见情蜜汗粗魯霸道地 尽着小米 而小米用力地推着她的头 大声地骂到 情蜜汗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你真是很噁心 小米不停地骂着 他现在真的觉得 趴在他身上的男人很噁心 咳咳咳咳 这个时候 门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 小米趁着情蜜汗一个分心 用脚狠狠地顶在情蜜汗的肚上 飞快地跑了出去 房门被猛然打开 门外的里目 看着他一面泪水 衣衫不整 惊讶地微微张了张嘴 小米一手推开她 猖狠地跑了出去 进来见到 同样衣衫不整 一面狼狈的情蜜汗 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嘴角不动声息地戳了一下 什么事 情蜜汗没有好气地问道 呃... 那个... 程总啊 你要不要止咳血线啊 她说着 伸手指了指情蜜汗的下巴 情蜜汗微微一呆 伸手摸了摸有点眉痛 看着手上的点点血迹 看来是被小米挖伤的 只见她略显尴尬地挖了你每一眼 语气不善地问 你最好又重要的事 如果不是的话 立刻和我执包袱滚蛋 咳咳... 这样的... 下午要开季度会议 我来提醒你准备一下 李牧哭桑着面说到 她真的不知道这件事 在情蜜汗看来 是重要呢 还是不重要呢 哼... 知道了 李牧长长地输了口气 没有鞋拉一只剧感 走死罢走 说回生气得不得了的麦小米 她衣衫不整地在总裁办公室跑出来的事 又在公司唱通街了 她也顾不上其他人的冷言恶语 换回自己的衣服就跑了出去 只见她一边跑一边哭 尸豪没有注意其他人奇怪的眼光 更忽略了那个一路未脱的人 她从来都没试过这么生气 小米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永远都不要再见到情蜜汗了 小米觉得情蜜汗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 自己用五年的时间 才缝合的伤口 她就这样夹生丝去 顺便还耍汁盐 她将自己当成了什么 五年前 她还会哄一下她 握一下她 叫她替她生儿子 现在更坏 竟然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提出要求 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为什么偏偏要选对她 难道她就应该做她的生儿子工具吗 她怎么可以这样的 为什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的呢 她还嫌五年前 伤她伤得不够深吗 五年之后 竟然还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顶你个肺呀 却知道你什么相片 情蜜汗你条粉肠 大不了自己带着个儿子去外国生活 一世都不回来 得美 总之 她是再也不想见到 情蜜汗那副可护的嘴面了 小米打车回到别墅 对着司机说 师傅 你等一等 我一会儿就下来 接着你再送我到A市机场 可不可以呀 好 不过你要快点 司机笑奇奇地说 小米刚刚入屋 准备收拾行李带着个儿子离开 怎知回到家就见到叶少彤 正同个儿子玩到热火潮天 你跑快点咯 叶叔叔你真是笨到死咯 你别说啦 快点跑啦 她觉得真是叼架叼到没人有 竟然连一个四岁的小孩都跑不过 小米看着一大一世 正玩着赛车游戏的人 真是有点无语问仓天的感觉 小米带着虫虫 刚刚到机场没机内 就被莫竟然折住了 叶少彤始终感觉 今天的麦小米有点怪怪的 就被莫竟然打了个电话 怎知正在开会的男人 放下一切直奔A市机场 小米 为何要不辞意别 黎人显然带着怒气 小米看着气含气喘 一头汗水的男人 有点怯意地说 竟然 我…我想等之后再跟你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不是她又难为你 有什么事 你为什么不可以告诉我 你是不信我 还是认为我帮不了你 你为什么 总是一遇到事 就自己去面对 面对不到就选择逃避 莫竟然双手抓住她的肩膀 有点激动地说 第四十三集 天知道 她刚刚在接到叶少彤的电话 知道她要不辞意别的时候 那种紧张 担心 移得插到易飞黎的心情 有多难受 爹地啊 松开手咯 妈咪要散的咯 虫虫看着小米被她摇到有点面色惨白 欲懒懒的手仔 拍打着莫竟然的小腿 莫竟然看到小米面色有点不好 连望松手 超级地说 你干什么 哪里不舒服 对不起 我有点激动 小米见她这么激动 苍白的面色 扯起一个难看的笑容 为什么 为什么她要对自己这么好 整天都是在她最狼狈 最无助的时候出现 想起早上 情蜜寒那些卑鄙行为 和面前这个一面焦急担心的男人相比 这个男人 真是太完美了 小米顿时委屈地趴在莫竟然的怀里面 轰轰轰轰地哭了起身 就好像找到亲人一样 莫竟然抱着她 轻轻地扶着她一阵一阵的肩头 见她哭 被杀了她还要难受 她有点手足无躁地说 乖了 别哭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告诉我 好吗 小米没有回答 只是伤心地哭 莫竟然 拿着行李 拉着重重 将他们带到一间 安静的咖啡厅 安慰着小米激动的情绪 莫竟然在莫竟然出现的那一刻 更加好奇了 这个女人真是不可以看小她 竟然将麦寒和她哥哥迷到神魂颠倒 由于是夏季 所以她出门必戴墨超和帽 静下合适 可以用了 只见莫正咸 戴着低燕帽和一副大大的墨超 遮住半边面 坐在离她们 没有多远的地方 竖起耳朵 希望可以听到些什么 而那边 只顾得想安慰小米的莫竟然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 只有一边换灑的虫虫 拎着两条眉毛 好奇地看着一边 竖着耳朵的怪阿姨 到底出了什么 莫竟然看着她 哭到红的双眼 一面担心地问 我想带蟲蟲离开 再也不想 不想见到她了 小米一不成声地说 妈咪 到底谁看你呢 蟲蟲去帮你打她 肥仔麦看着自己的妈咪 哭得那么伤心 依牙扮爪地说 蟲蟲乖 你妈咪没事 你去一边玩吧 莫竟然知道有些事 不可以当着小孩面前说 会被小孩带来不好的影响 回头 帮我照顾小孩 麻烦 莫竟然很生死地对服务员说 看着蟲蟲被一个 掌上甜美的服务员带走 莫竟然再切皱眉问道 小米 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不是她又用过那些照片 威胁你 她 她竟然 莫竟然的话 似乎是问到小米的伤心之处 只见小米哭得 话都说不下去 她这样的样子 不禁令莫竟然担心不已 更加令到远处的莫正咸 紧张异常 只见莫竟然 轻轻握着小米的手 似乎是在给她勇气 试探地问 她又强迫你 只见小米哭着摇头 她们兄妹两个人 看到她摇头的动作 似乎都松了口气 到底出了什么事 她 她 她要我 替她生孩子 她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这样的 我摸小米生下来 就是 就是她的生孩子工具吗 五年前是这样 现在又是这样 小米掩面痛哭着 似乎又回到了五年前 那种伤心欲绝的时候 那边树着耳朵偷听的莫正咸 面色杀时间苍白 激动到 把手里面的瓷羹都掉到地上 但是那边的莫竟然 比她更加激动 竟然腾一声站起来 一副要食人的样子 所以 就忽略了 池羹跌到地上的声音 程麦寒这个琴兽 她怎么可以逼你 做这些事 只见莫竟然 双手握拳 额头青筋凸起 全身散发着 嗜血的气息 坐在一边的莫正咸 有这样的一瞬间 在期望他们 谈论的人 并不是自己 心里面所想的那个 但是莫竟然的话 却是将她打入 万丈深渊 连挣扎的机会 都没有给她 莫正咸 微微低着头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用手掩着自己 隐隐作痛的心口 怕着他们发现她的存在 她还说了些什么 莫竟然看着四周二样的目光 也觉得自己反应有点大了 坐下之后 她又咬牙切切地问道 她说 或许要我帮她生儿子 她就把那些底片给回我 还我自由 我当时 生得没了理智 用力地掩着她一巴掌啊 小米哭哭啼啼地 把上午的事说了一次 莫竟然 极力地忍住自己的怒气 戴着扎臂的口气问道 所以 你又打算逃避是不是 这一次是不是打算 带着重重永远消失 再也不回A时 甚至 再也不回国了是不是 竟然 我 我不想再麻烦你了 那些照片 一旦被曝光出来 吊架的人 不单止是我啊 连我身边的人 都会被我连累的 你是莫氏企业的总裁 莫家 是不会被一个 有污点的人 加入莫家的 我可以带着重重离开 远连这些世俗的眼光 到一个没人 懂得我们的地方生活 但是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扔下你父母 扔下莫氏不理的 小米极其认真地 对着一套火的莫竟然说 所以 你就打算不辞而别是不是 打算 好像五年前一样 不留下任何消息 永远消失是不是 莫小米 你真的很狠心啊 你知不知道 这样我会瘋的 我会死的 过去的五年里面 虽然得不到你的爱 但是 我可以看到你的人 现在好了 干脆连人都不让我见了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这样我便不会每天都朝思暮想 不会像个傻子一样 围绕在你身边 这些话 莫竟然 几乎是叫出来的 还哪里顾得上 这间咖啡厅里面 异样的目光啊 小米被她噴到一笔成声 竟然 对不住 对不住 对不住啊 她看着 哭到梨花大雨的小米 激动的情绪 漸漸平复下来 上前 轻轻轻地把小米揽入怀里面 音声细气地安慰到 喂 不要哭了 有什么事 我们一起解决 好吗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会永远都陪在你身边的 莫竟哭 好像行尸走肉那样 在街上游荡住 她现在只知道 心口那里隐隐作痛 小米和莫竟然 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都不知道 寶寶 寶寶 寶寶真的那么重要吗 是寶寶重要啊 还是她和那个女人生的寶寶 才重要啊 莫正咸 面色苍白 她觉得 自从莫小米出现之后 她的生活就开始变得濕制 似乎 奪走了她所有的光芒 以前 情脈寒的眼里面 只有她 以前哥哥 对她也是百般宠爱 但是现在呢 她恨 恨小米的出现 也恨自己不可以生孩子 她不知道 她是怎样走到回家的 只是知道 她刚刚一进门 就被龙游然 兜头兜脑地骂 莫正咸 你什么意思啊 看我不顺眼是不是 不就是说你两句而已 你竟然玩失踪 第四十四集 本来就心情不好的莫正咸 见到谁都不顺眼 眼神里面 竟然带着恶狠狠的光芒 这一下 就将龙游然激怒了 只听见她 捏着脖子 好像潑虎马鸡 那样骂 你这个不知丑的女人 你还敢挖我 你别以为张阿寒 迷得妥妥令 就永远都是情太了 都不看你 有没有那个资本 一只不懂生蛋的鸡 嫁入情嫁几年了 都生不出个儿子来 还敢给我面试看 真是有爷生 没吵架 看来 二奶生的货 真是不取得 龙游然 捏着莫静咸的鼻 叠叠不忧地骂着 莫静咸 听她不单止骂自己 还牵扯到自己的妈妈身上 崩溃地大叫 够了 我生不出来 叫你个儿子去找一个可以生儿子的 我 由于她身体一向不好 刚刚又受了这么大的刺激 竟然一下子激动到暈了过去 静咸 静咸 程蜜寒刚刚一进门 就见到遥遥欲罪的妻子 连望接着她 只见程蜜寒 一手抱着莫静咸 大踏步地向我室走去 一边大声地叫 快点去找张医生 快点 龙游然看着突然间暈到的媳妇 不以为然地描描嘴 哼 就知道扮可怜 动不动就暈倒 以为自己是临袋 但是当她见到 程蜜寒板着一张怒气冲天的面 恶使能灯地挖着她的时候 突然间心里面就有点怕怕了 她知道如果莫静咸真的出了事 儿子和她断绝关系都是轻的 阿寒 阿寒 静咸 没事吧 龙游然不敢直视个儿子愤怒的商贸 有点底气不足地问道 妈 你可不可以让我过几日安稳的日子 静咸到底哪得罪了你 每次回来 你都要给她一些喜剧手 你不知道她身体不好吗 程蜜寒 铁青着一张面 把这些话大声地喊出来 龙游然被她渴得有点尴尬 她虽然知道她今天不佔你 但是也不能让自己的儿子这样教训 所以就故意理直气壮地说 我怎样比起她仇 你说下 她一个人大半夜才回来 她还有你呢 程蜜寒努力压抑住自己的怒气 尽量等自己的语气淡定一点 她说 妈 我看你还是去雨晴那里住一段时间 想回英国也可以 我和你订明天早上的机票 你 你敢赶我走 就为了她 你赶我走 龙游然气得面色惨白 声音耿烟 她辛辛苦苦养大个儿子 现在竟然把她赶出家门口 好 我走 我以后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龙游然一手掩着自己的心口 一边耿烟地说道 张白看着两母子 闹得不可开架 急忙劝道 夫人 你小话气 少爷她不生性 她敢是担心太太被刺到火遮眼 少爷 你快点和夫人道歉 程蜜寒看着龙游然 怒到一边喘气一面没眼泪 轻哼了一声 但是并没有说什么 转身就上了楼去 龙游然看着再次无视自己的儿子 怒到执拾行李 就去程蜜咸家住了 她知道 她再怒也不可以回美国 因为她这次回来 就是要盯着程蜜寒 给她生孙的 所以 就算她再怒 都不会走的 晚上 莫正咸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程蜜寒虚寒问暖 怎么 头还暈不暈 你明知她是这样的脾气 你还和她一般见识 程蜜寒看着她毫无血色的面 心痛地窄鼻到 但是传到了莫正咸的耳里面 全部变了尾 她被家婆欺 她不单不安慰 反而还责怪她和家婆一般见识 人 往往都是这样的 在脆弱的时候 往往喜欢转牛角尖 这段话 如果放在以前 她甚至会甜蜜到 以为程蜜寒是怕她受气 要把龙尤炎的话当空气 但是现在的她 她是觉得程蜜寒因为喜欢了帝国 才会责怪她 把错都推在她头上 我 她想开口 但是她委屈到说不出话来 好了乖 别哭了 我已经叫她去雨咸那里住了 程蜜寒看见她哭得这么凄凉 心痛地安慰到 程蜜寒突然想起些什么 只见她起床说 你先休息 我叫刘嫂和你顿了一些滋宝的粥 我去框上来 默寒 莫正咸突然扯着她的手 眼里面含着泪水 一副欲言幼稚的样子 程蜜寒看见她的样子 坐在床边 抱着她 小小声地问 做什么呀 你想说什么 你不要离开我 只见莫正咸美丽的帽子里面 闪着精型的泪珠 仰着小脸 眼睛紧紧地望着她闻到 傻猪来的 乱想什么呢 你放心吧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程蜜寒对上她担惊受怕的眼神 无奈地说到 她以为她是因为龙油烟的话 才不安心的 莫正咸紧紧紧地抓住她的大手 一面激动地问 真的 嗯 真的 程蜜寒重力地回答到 在她页头上 轻轻落下压吻 莫正咸嬌羞一笑 似乎立定心水 从程蜜寒的怀里面坐起身 认真地说 麦寒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我知道 奶奶一直看我不顺眼的原因 所以 都叫了你不要乱想事了 程蜜寒急忙打断她的话道 莫正咸轻轻拍拍她的手 肆意她停下 只听到她接着说 我这一世 是不可能有BB的了 但是程蜜家 不可以因为我而没有后代 所以我想 要是你去找个女人 帮你生孩子 你 真的愿意 这样你会不会很伤心的 程蜜寒听着她的话 眼里面闪过惊喜 也没有多想 只是有些不确定地问 她想这样也好 这样便不用自己跟她说 而且将来有了孩子 妈妈也不会天天走来搞事 她的反应 一丝不漏地 落入莫正咸的眼里 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 真正的想法 她面含笑意地说 我是真心这样想的 这样我也有了做妈妈的机会 又怎样会伤心呢 正咸,多谢你 将来我一定会更加重爱你的 程蜜寒似乎有点兴奋 只见她激动地 把莫正咸抱在怀里面 咬了又咬 完全没有看到她眼里面 戴着恨意和绝望 你先休息一下 我下去帮你拿足上来 莫正咸看着她兴奋的背影 绝望中戴着恨意 强忍着的眼泪水 再都止不住 滴滴滴滴滴滴滴 她觉得心很痛 就好像被人 一下一下地施扯 突然她有些后悔 刚才的试探了 如果没有刚刚的试探 或者她还可以幻想着 她是被逼无奈的 是被龙游然 吵到没办法 才这样决定 但是她在她的眼里面 没有看到半分的遗难 更加没有看到 她半分的连识自己 甚至有这样的一瞬间 她觉得她有种 愚获重色的感觉 直到后来 她竟然激动地抱着自己 又疼又笑 她为了可以和那个女人一起生子 竟然可以开心成这样的样 哼 她真是傻 竟然傻到 以为她这一世 只是爱她一个人 第四十五集 很久之后 她好像想了很多 慢慢地 只见她的眼神 变得狠毒 死死地握住拳头 身体竟然在微微发震 那种恨意 完全吞噬了她的理智 哼 墨小米 龙游然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 那就都去死了 程雨咸 踩着十二厘米的行天高 养着一张精致的小面 高傲地在公司度步 一旁支支渣渣的员工 看着那只高傲的金丝雀 连忙打招呼 情敬你好 情小姐好 此起彼伏 而程雨咸 只是略略地点头 两个一面八卦的员工 看着程雨咸走过去 继续说 快点说快点说 那个侯婆 今天为什么没来上班 知不是她昨天 又去勾引程总 然后被程总赶了出去 觉得没了面 一个穿着黑色职业装的女人 一面我是全球通的表情 好像所有的东西 都是她亲眼看到的 咦?真的? 她又去勾引程总? 别说我说 我真是佩服她 她真是不道黄河心不死 当然是真的 你没见到她昨天 医生不整地在程总的办公室 跑出来吗? 估计是被程总拒绝了她 伤心咯 你们在说什么? 谁勾引我哥哥? 程雨咸突然问 她突然间的策划 吓到一边的八卦女 驚吓出声 程…程经理? 没有…没有…没有谁 我们乱说的 程雨咸一面不耐烦地说 快点说 如果不是的话明天就不用来了 啊…是…是…是那个麦小米 哎呀…我昨天看到她 哭着地在程总的办公室那里跑出来 然后就换了衣服 走了 今天都没回来上班 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只见那个白士通 嚇得好像西匡那样 把知道的东西全部都说出来 又是麦小米? 她为什么这么多事呢? 快点去做事 别有空无事 就在那里说八卦 程雨咸恶死能登地说 回到办公室 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又想起那天叶少彤的话 突然间就有些好奇 麦小米的身份了 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为什么哥哥会对她与众不同? 叶少彤看到她 亦是一副很惊喜的样子 而莫竟然 更加是对她一往情深的样子 想到这里 她就觉得 心酸痠痠 为什么 她就不可以静眼地看看自己呢? 不行 一定要去问叶少彤 麦小米到底是什么人? 晚上 灯红走绿 天上人间金碧辉煌 包箱里面 放着节奏感强劲的音乐 程雨咸一身极度性感的黑色紧身衣 拼着长长的卷发 身肢好像水蛇一样扭动 包箱里面的几个人 都在这里疯狂地舞动唱歌 玩得不亦乐苦 这个时候 包箱门突然被推开 进来三个吸精的男人 一个个好像王子一样的迷人 看到包箱里面几个花痴 口水嘀嘀嘀嘀嘀 龙子寒 微微就微 静直走去梳化 幽雅地坐下 端起桌上的红酒 慢慢品味着 正在那儿疯狂扭动的程雨咸 看到来人激动地喊道 大表哥 叶表哥 你们都来了 太好了 来来来一起跳 她本来今晚只约了叶少彤一个人 但是叶少彤觉得她的朋友 她都不懂得 怕着无聊 所以 确定把龙子寒和龙子迁都叫了来 但是没想到 她竟然把自己晾在一边 雨咸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出来玩都不叫我们 真是不够意思 龙子迁打趣地说 哼 你现在就来了 程雨咸见到很久没见过的两位表哥 激动到有点傻奸奸 程雨咸看着坐在一边 静静喝酒的龙子寒 嘴嘴嘴 大表哥 都这么多年了 你那块面再那么冷冰冰 我们都没得罪你 龙子寒挂起一抹优雅的笑容 淡淡地说 习惯了了 程雨咸知道 想叫这个整个冰的表哥 和他们一起疯 是不可能的了 没所谓的淡淡地说 嘻 真是没意思的 我去找二表哥玩 说完 就拉着龙子迁 勾堅搭背地拆妹喝酒 看到叶少童一面无语 这个这样的妹釘啊 这个这样的妹釘啊 将她无视得也太过彻底了吧 雨咸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当我是空气啊 叶少童有点不屌地抱怨道 嘻嘻 少童 你什么时候来的 程雨咸有点尴尬地问 叶少童直接深呼吸 一屁股坐在龙子寒旁边喝着闷酒 决定不再理她 程雨咸见她一面臭屁的表情 渺渺的嘴也没有理她 继续跟龙子迁狼狈为奸 癫够了 包厂里面的气氛也静了下来 程雨咸看着那几个 喝得忽忽得得的姐妹 突然想起了今天来的目的 看着作世要走的几个人 快问道 小童啊 你等一会 你跟我说说那个麦小米到底是什么人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哥哥原来都认识她的吗 麦小米 本来作状要走的兄弟二人 略显疑惑地都坐下了 她问的是五年前那个女人 龙子迁也好奇地问叶少童 哦 是了 我忘了告诉你们 小米仔回来了 叶少童斩了斩那对无辜的大眼睛 对着龙家兄弟说 程雨咸一面惊讶地问道 蛤 二表哥 你也认识那个女人的 当然认识了 一个差点杀了二哥的人 我可以不记得吗 龙子迁咬牙切齿地说 什么话 他要杀我哥 程雨咸一张嘴紧张地问 为什么呀 谁可以告诉我 那他现在在我哥哥旁边 会不会对我哥哥下手的 程雨咸更加不解 一大串的问题脱口而出 他的话令到一边一直没有开口的龙子汗 微微就微 而龙子迁也是惊讶地问 蛤 他在二哥身边 到底是什么回事 二哥是怎么想的 哎呀 谁可以告诉我 麦晓威以前的事 一会儿再说他现在的事 程雨咸看着他们 一句又一句 谁都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干脆一件件地说 是这样的 五年前 二哥还没娶静咸姐之前 就和小米姐拍过拖 我们都看得出来 二哥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真的很喜欢他 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 他突然抛弃了二哥 又握了二哥五千万 还当着全公司的面子 飞了二哥 后来二哥很生气地把他抓了回来 他为了逃跑 就用刀剪刺了二哥 叶少彤 将五年前的事 详细地说给程雨咸听 龙子迁还时不时地补充几句 两人一直强调程脈寒 如何如何地宠爱麦小米 但是就没有说程脈寒 握小米生仔的事 因为他们觉得那件是小事 完全没有必要说 程雨咸本来就是炮掌颈的性格 现在他听到他们说的话之后 怒得怒得杀了麦小米 只见他怒得坐立不安 一会儿踢飞垃圾桶 一会儿又扔破几个杯 哎呀 惊死我了 我要杀了那个赞人 赞人 赞人 大赞人 他现在回来是不是因为钱花了 竟然又不知臭地回来找我哥哥 不行 我要找他算账 说完就捉起自己的包包向外面走去 《门大人》 《门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